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家口还有长春 北京 吉林孤儿院 内蒙古的小朋友 我在内蒙的时候没滑过雪 这次是我第一次滑雪 学滑雪学了后很简单 学之前有点难 之前我有点害怕 我会想那么高的山下发现了 跌倒是不是会进医院一些的 对 向前看向前看 不要向地上 教练先让我们在平地上练习 最难掌握的就是鱼石刹车 因为速度很快的时候 刹车的时候不小心就会跌倒 然后我就会立马起来跟上队伍继续 经过这次滑雪的练习 我知道了无论什么困难 只要克服就能得到成果 我叫恩庆 这是文化的意思 昨天我们是发言了一个图 然后一个老师带着我们分享自己的画 我画的那个人是我舅舅 他在滑雪 我很崇拜他 所以我也想当一名滑雪选手 这次我还见到了运动员陈爽 他教我们滑雪 晚上还告诉我们他做运动员的经历 之前也参加过一些类似的活动 但是觉得今天还是比较大型的 让我感觉到了很多孩子们 他们都认知军学 甚至非常喜欢军学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 你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小孩子们都特别天真无邪 滑雪它是一个室外项目 可以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 不仅仅是身体健康 也是一种心理健康 很多小朋友们都对下一项目比较了解 然后冬季项目现在是了解了 但是没有机会去参与 未来如果还有这样的活动再次举行的话 我觉得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们 真的就热爱上冰雪 也有可能以后 在他们当中有很多未来的世界军军 澳洲军军出现 2022年 张家口是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 我作为张家口的人 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冬奥 当一个志愿者 能参与冬奥我很自豪 冬奥会的举办地接触冬奥会 耶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